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饿了吧 这是第三个问题 你等着 来 你到外面去吃吧 我怕他们发现你 你就走不了了 味道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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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彼此由以為 來執著他 少許彼此雞 升雨 彼此奉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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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这不孝的孩子 这些您都去哪儿了 娘的眼睛都快鼓瞎了 娘 还对不起你 我的儿子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 你都要饭了 娘 这是别人刚刚送我的 送泥碗还不是让你要饭啊 真的是别人送的 你的手 你的脖子 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回来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今年刚变的 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 陈初期 那还好 她为什么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 她非要逼着我做她姐夫 你说我能答应吗 原心那孩子端庄显淑 挺善良的 那你答应她没有啊 娘 想我追也是堂堂七尺男儿 我怎么能在她逼婚之下成亲呢 那他要是不逼你呢 他要是不逼我那我也 不知道 现在我们先不说这个了 来 这年头啊 娶媳妇容易 儿子 这些年你都去哪了 娘 孩儿追寻理想 浪迹天涯 行侠仗义 这么多年来 我终于误出来一个道理 误出什么道理来 吃饱肚子才是第一位 朕还要你误吗 娘 你甭说了 我得赶紧走了 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陈初纪一会儿一定会追到这里来 我得赶紧躲一躲呀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等到孩儿 明满天下的时候 定会回来报答母亲 我走了 我不要你什么明满天下 娘只要你能活着回来就行 请通报大将军 宫女岁儿奉皇后娘娘之命 前来为卫大将军和霍大将军送两件冬衣 稍等 大将军有请 将军 这是皇后娘娘亲手为您和霍大将军做的冬衣 多谢 家人都已经睡下了 卫卿在书房迎接穗儿 忘不要见怪 大将军和皇后娘娘一样处处为人着想 只是 这屋子乱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不让下人收拾一下 这间屋子卫卿轻易不让人进来 哦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 不是 卫卿只有一个人想事情的时候才会来这儿 哦 岁儿 时辰不早了 卫卿就不留你了 大将军 岁儿好不容易见您一面 我想跟你聊一聊 人影可畏 岁儿实在不宜在这儿久留 您是一人之下 问人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 您的姐姐是当朝皇后一国之母 是敢将您的舌头呀 越是这样 越应该自重 都说大将军谦虚谨慎 没想到你谨慎到这个份上 岁儿只是皇后身边一个卑微的奴婢 就算有人说 也不会说到岁儿身上 好吧 岁儿 你想聊什么 我想跟您聊一聊平阳公主 大将军 您想让公主等您到什么时候啊 您想让公主 您СТРЕЛ 您小宝 您小宝 您高兴 您好 别人也都罢了 都是些品格不全之人 但是你说魏卿和宫女私通 如果没有证据朕是不会相信的 陛下 私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隐秘之事 要想抓到证据很难 魏大将军和宫女穗尔 到底有没有私通 臣一审便知 魏卿 你敢不敢让直指秀医使者审审 魏卿魏心无愧 不怕任何人审问 江初 在 你就在这儿审 让朕和满朝文武都听一听 臣遵旨 魏大将军 卑职问你 昨天夜里宫女穗尔是否到过大将军府上 来过 去做什么 奉皇后之名 给须病和魏卿送冬衣 在你的府上待了多久 约一个时辰 敢问他在哪个房子里 魏卿的书房 书房 可是大将军从不让外人进入的那间书房 这间屋子 魏卿轻易不让人进来 魏卿只有一个人想事情的时候 才会来这儿 是 敢问大将军 一间从不让外人进的书房 为何偏偏让他进呢 因为家人都已经睡下 魏卿不想打扰他们 因为家人都已经睡下 不想打扰下人 对 魏卿一向如此 凡是自己力所能及之事 他是不会劳烦下人的 这一点朕相信 好 那卑职再问大将军 有没有人看到 你和他在那间书房里 没有 没有 一个宫女 来送冬衣 需要在大将军的府上 逗留一个时辰 四儿和魏卿 当年同在公主府为奴 好久不见了 叙叙旧 你身为魏籍人臣的 大司马大将军 和一个宫女 在一间从不让外人进的书房里 逗留了一个时辰 就是为了叙旧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陛下 陛下如果如此袒护魏卿 这案子臣没发生了 大胆将冲 朕给你权力 不代表你就可以肆意妄为 臣不敢肆意妄为 陛下给了臣权力 臣就应该对得起陛下的这份信任 若魏卿果然无罪 臣甘愿受罚 什么 不可能 魏卿不是这样的人 岁尔也不是这样的人 皇上也是这么说 可江冲只意要把大将军 带回鼠牙去审 我要去找皇上 如果魏卿都能查出事来的话 那这世上就没有干净的人了 是啊 所以他要审就让他去审 审不出 看他怎么向皇帝交代 沈儿 小琪 来 进来 小琪啊 这事你做得不对 他一个大男人又那么好面子 你说 他怎么可能在别人的威逼之下成亲呢 哎呀 沈儿 这都什么年头了 我要是不逼他 他早就被别人抢走了 可是你这一逼他 他又跑了 还说非要等到什么明满天下的时候才回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哎呀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哪儿啊 嗯 他出去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才回来一次 他能不去见他师父吗 哎呀 可惜了 我去不了仙女湖啊 哎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就要追你啊 我叫饭桐 嗯 嗯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长得很像一个人 有啊 饭桶 像饭桶 怎么会这么巧 天机不可泄露 哎 哎 你等一下啊 抓啊 哎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命差十座庙 不悔一门亲 听说过 哼 听说过那就好办了 啊 我呀 必须要去一趟仙女湖 不然的话 我就活得两门亲了 怎么是两门亲呢 嗯 你看啊 我们家元欣和锥 是一门吧 嗯 那 草仙大侠和你 没看出来 啊 啊 啊 你的意思是 嗯 嘿嘿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成全他们 啊 嗯 嘿嘿嘿 嘿嘿嘿 就是这个意思 嘿嘿嘿 老三 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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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嫁给草仙大侠 你来好不好 你再说 我就恼了 恼 我才不怕你恼呢 你倒是 恼一个给我看看呀 嘿嘿嘿 你求我吧 你要是求我 我就帮你做个梅 我才不会求你呢 嗯 不求 我 咱 Cent 来咱 来咱叺咱 心都在求我了 我亏我都看见了 武是没有用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陈初期 从小就有过人的彼妇 人家以前的妻子是仙女 怎么能够看得上 我这等凡俗之人 沙儿 你要是听我的 我保证他娶你 如果他愿意娶你 你会嫁给他吗 我 我还是算了吧 我都已经吓死两个了 不至于 至于 怎么不至于啊 还有一个都快半死了 被我给拉回来了 像草邪大侠 那么超凡托斯的人物 我还是别去祸害人家了 你愿意替我去仙女 我愿意啊 好吧 那两天以后你再去 为什么呀 别问了 两天以后先到这儿来找我 好 如果 你真的跟飞月成了 那咱们也就不必费什么心思了 可是 飞月她挨的是小七啊 她能答应吗 这是小七做的没啊 如果小七没有说好 咱们再对她 小以大意 动之以轻 小之以礼 逼她就饭 逼她就饭 可我还是觉得 你别觉得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我没说谎 我是清白的 大将军也是清白的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 你和魏卿在这一个时辰里 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说话 说话 说什么啊 我要她 去跟平阳公主提亲 就这些 我给她讲了很多公主在如荫的事情 我跟她说公主受了很多的苦 我已轻和你私通 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 你承认她是事实 不承认她也是事实 你以前都是这样生案子的吗 承认也是事实 不承认也是事实 对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大将军 虽然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在那里多待了一个时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想继续受刑吗 还是在这上面摁个手印 就此解脱 虽然可以死 但我绝对不会污蔑大将军 可以死 好 让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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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宫女私通 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过 朕恨的 朕恨的是他在骗朕 朕最痛恨的 就是骗朕的人 让伟秦回家闭门思过去吧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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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将军 万万不可呀 大将军 岁儿那天进府的时候 老奴确实睡着了 老奴也不知道 岁儿和大将军 在书房里说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但是老奴坚信 大将军是清白的 平阳公主 一定也和老奴一样 坚信大将军是清白的 行了 你已经努力过了 他们说得对 不在乎这三年 你怎么知道这三年里不会结外生枝呢 你就别瞎操心了 爱一个人 怎么能不为他操心呢 有什么用啊 如果他也爱我 我宁可走小七的路 也有和他在一起 如果 你有那份胆子吗 大姐 你觉得我们真的有必要 阻止小七和飞跃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跟那个 那个什么凡间的那个那个 陛下聊那么两句 你就改变主意了吧 如果是我 我宁可不成仙 你 倒要 是 你 都这么多年了 没想到你一点都没变 追离开心愚 是为了传播墨学 传播墨学 你懂墨学吗 懂一点 那你背去句 墨家的经典 我听听 背不上来 那你懂什么 金爱飞宫 行下正义 就这些 你肚子里这点东西 还不够资格当个末诚 多读点书吧 师父 你最近见过陈初期吗 原来传说中的人物跟我们吃的一样啊 那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 邀请 拉钩 好 拉钩 好 拉钩 十几年都没见过 没有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见他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了吗 这一半月亮是我送给你的 如果我要想你的话 我就会把另一半月亮拿出来 和这半月亮合在一起 如果你以后看见一个圆圆的月亮 就说明我在想你 月亮都圆了一百多次了 我终于可以见草蝎大侠了 姐 你快起来 我告诉你这事 我告诉你这事情啊 你快起来啊 姐快起来 就今天说 我告诉你啊 过两天我就能见到草蝎大侠了 真的 见到他又怎么样 你又不能嫁给他 这话说的 草蝎大侠那样的人 见到他还不满足 还要嫁给他 我才不会呢 就是他想要我嫁给他 我还不答应呢 为什么呀 我七老爷是什么人啊 小孩见了我都哭 他要是娶了我 我都替他冤得慌 古上人说 人贵有 自知之明 我捡大了你的簪子 给你 原来在你这儿啊 我说怎么找不着了呢 我睡了啊 嗯 嗯 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您说要送我一件衣裳 让我穿着新衣裳去见他 什么衣裳呢 不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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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景七月 不高兴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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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姨姨 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 我不是你的妻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抱着你了 不高兴 你 你那时候答应过我的 说来看我 不过 这都十几年了 你都没来 不过还好 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是你把我打扮成这样的 他还给我带了个花环 说是 遮太阳用的 你们家以前那位仙女 是不是也穿成这样啊 不高兴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 先不跟你说 这是我们家米粉 我做给你吃 你用心良苦啊 可惜用错地儿了 肯定好吃 肯定好吃 你把我说得吗 你把它打扮成这样 没想到 你吃 欸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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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然后吃 你吃 嗯 好吃 我爹说 你们家仙女啊 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粉了 我想你吃这米粉的时候 一定也会想起你们家仙女吧 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让你伤心的 其实也是故意的 我 我就是想 让你回味一下 你们家仙女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 美食 那你就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怎么不吃 我没关系 我吃了十几年都吃腻了 快吃快吃快吃 你觉得是不是和我爹做的一个味儿啊 那你等会儿啊 我去锅里看看 别凉了 我再给你盛一碗 走喽 走喽 陈初七横行星鱼十几年 跟谁这儿啊 好 到哪里了 我听到你了 我看看 我吃着了 有什么事 你这样 你这样 我看见你了 我自己懂事 我看你了 你去见你了 我看你了 你这儿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对不起 我太着急了 你干什么 你别笑话我啊 我 我不想浪费粮食 不能浪费粮食 我错了 我给你一起吃 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能让草仙大虾吃这么脏的东西呢 你吃 还是我来吃吧 我给你了 别死了 我 bew 我屍着 你老乡 我不想浪费粮食 我不是 你十里 不然你 我不想浪费粮食 我不是 你很想撞 我 你 我 我 天险 她的决定对我啊 她太可怜了 你不会知道 她有多可恶 多痛苦 夫儿 你们俩一定啊 你去哪儿 小七 其实你就是 小七 好多你 我还没发功呢 就把她定住了